陈独秀全传 唐宝灵柱 第十六章 在狱中 上 1932-1937 最后一次被捕 陈独秀进行反蒋抗日斗争 没有给敌人任何打击 精力却消耗在内斗中 同时又暴露了自己 坚持在城市中 进行革命活动的托派组织 终于遭到了难以复兴的毁灭性打击 这是陈独秀始料未及的 许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 陈独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 甚至枪毙的命运 1913年在吴湖被反员部队逮捕 几乎误杀 1919年在北京被捕 震动全国 成为中共领导人后 1921 1922两次在上海被捕 短暂积压 组建托派以来 托派中央已有两次被破获 唯独他幸免 1932年平生最后一次被捕 并被判刑八年之久 1932年10月15日 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四位委员彭树枝 罗世帆 蒲德志 宋丰春在上海虹口区 有横路春阳里 201号秘书县少山家开会 被国民党中统计观真之后 与法租借巡捕一起联合行动 五人全部被捕 这次事件 必然中又有偶然 说必然 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当时特务机构已相当健全 共产党在城市中南已进行革命活动 除秘密工作者以外 均退到农村 而托派又于原则 死守成事 成为瓮中之鳖 早晚成为盘中餐 祖上肉 此其一 其二 在大革命高潮中入党的年轻党员 和未经考验的刘墨生大批回国 很容易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 说偶然 是由于这次托派中央被破获 特别是陈独秀被捕 有许多意外的因素 普德志宝外 就一并参加常委后 实际上仍处于国民党特务 兼事之中 有一天 他的夫人张颖兴 在路上碰到了过去 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客情 不料想 此人回国即被捕 接着经不起酷刑折磨 便如当时总统负责人徐增恩所说 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 叛变了 但他不知党内机密 无可出卖 于是予以叛变的原托派小组织 战斗社骨干徐乃达 谢淑达等人加入中统组织 专门搜捕共产党人 包括脱派分子 张约沸到家里来玩 那天正好陈独秀 借蒲家约见有人 让沸现着了 事后蒲批评夫人粗心大意 第二天就搬了家 但是 警报很快传到徐增恩手中 10月15日 蒲到谢少山家中开常委会 特务跟踪而至 来了的紧急搜捕 与前两次托派中央被破获一样 这次陈独秀又因病未出席 本可再次幸免 但是 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山叛变 晚上陈终于在家中被捕 1998年 陶熙盛的女儿 在香港 征明 杂志上 发表回忆父亲的文章说 陈独秀 遭中共整肃后 一直在上海隐姓埋名 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 后来中共党内反对派 把陈独秀抓起来 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 这就完全搞错了 以下是当时上海市长武铁城 给南京政府的两个秘店 途日 即17日 陈独秀被捕后的第三天电报称 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在户活动 前金与租借当局特别交涉 协同补防侦查阅鱼 资贤日 即15日 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 捕获共党谢绍山等5人 按谢公地址 将陈独秀捕获 19日的带电讲的更详细 拒共犯谢绍山称 甘愿自首 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 拘捕到案等于 起于当日下午7时 带同该犯 至越州陆永兴里 11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 拘捕 不仅如此 谢绍山还供出了5名常委 包括陈独秀 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以及托派中央另外几处机关 其中有与外地组织的联络站 火花 印刷所等 于是 这些机关又相继被破获 并逮捕了另5名托派骨干分子 谢绍山叛卖有功 免于起诉 感恩戴德 加入中统 后转入军统 并改名谢立功 1938年9月30日 他奉命与两位军统同事 以买古董名义 在上海法租界武康路 一幢花园别墅内 用立府批杀民国 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唐在上海吧 13抗战爆发后 袁女必居香港 应得蒋介石 孔祥锡 宋子文 戴继桃 居正之主 在留户上 试探日方要求和谈的条件 故而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园 袁田有所接触 而另一方面 大汉奸梁洪志 温宗瑶 也的却在拉拢他 企图组建傀儡政府 军统利用谢立功 当时用鸣谢德盘 与唐的同乡好友关系 错杀了这位78岁的民国元老 由于拿不出有力证据 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不满 为平息风波 蒋介石下令波富堂的家属 5000元丧葬费 安葬时 向国民党所有元老都发了验电 并命国使馆 包扬其功绩 法租界巡捕房 很快针织谢德盘 等三人是凶手 想方设法搜捕 谢黄黄不可终日 精神失常 被秘密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又因疑神疑鬼 总觉得有人跟踪他 住院还带了一把手枪自卫 引起医院怀疑 向警方报告了情况 仲卿卫数司令部 派了另一位共产党叛徒 针基队长王克全 前往观察 不要谢一位仇家已到 举枪瞄准 却被王先发制人 一枪击毙 视死如归 轰动一时 国民党仍把陈独秀看作共党首领 虽然以从真获得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和1929年12月10日的 告全党同志书中得知 陈组织了反对派 但将此视为共产党内部矛盾 当局把陈在酒 181 28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 看作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 对托派的定性则是 该党专事赤化 严令警务人圆密查拿办 九级未获之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被捕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 广东省党部 湖南清乡司令合建 新疆省主席金树仁 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 军队施党部等 纷纷至电党中央 列述成的各种罪状 恳请严办 逊与处决 陈独秀等人被捕后 在租借补防法庭上 进行反对引渡失败后 10月18日就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拘押 次日晨八时 即被押解到南京 并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洽 拘押在军法司 准备按军法处置 陈独秀在各界 有广大的朋友 学生和静养者 援救的力量 比要求严处的势力似乎更大些 而且档次更高 如汪文浩 著名地质学家 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受奖届实境重病预聘 未准备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胡适 罗文干 外交部长兼行政司法部长 在22日致电奖届时 请将陈独秀案赴司法审判 不由军法从事 次日 蔡元培 杨信佛 柳亚子 林语堂等八人 更以快由带电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营救陈独秀 约 此军早遂提倡革命 曾与张普权 张行年半 国民日日报 于上海 光复后复左伯列武智丸有功 而五四运动时期 鼓吹新文化 对于国民革命 有有间接之助 故其反对暴动政策 赤红军为土匪 遂遭共党除名 使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 之共产党议员无益 游望惊悉其旧 爱惜人才 特宽两官之书 开其自新之路 此外 百文卫等人 也进行了积极的营救活动 甚至当时 被全国人民敬畏国母的宋庆龄 还专魏晨独秀氏 游户抵京 玄飞武汉 拜访蒋介石夫妇 于是 在严城派与营救派 以及中间派之间 又发生一场激烈的争斗 如陈独秀 在北大时期的学生傅思年 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 兼北大教授 虽是拥讲反共的坚定分子 却公开发表文章 称臣是中国革命史上 光焰万丈的大会心 主张处置陈安印 考虑陈氏一生的行迹 其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历史 建议 能够 一 最合法 二 最敬情 三 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 四 即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 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交付法院 公开审判 不妨依据法律 进行特赦运动 大公报 发表的短评 营救陈独秀 则比较料解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是一个领袖 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所以 只需给予他机会 叫他堂堂正正的把主张意见 向公众公开申诉 这正是尊重他 爱护他的道理 如果用埃肯式的乞怜 感情式的缓家 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 到反转 辱没了这位 有骨气 有意识的老革命家 短评任为蔡元培等经联其咎 爱惜人才的话 是多此一举 主张大家应当成全臣独秀 即作为领袖 有真诚信念 不辩解 不改化 言行始终一致 言诚派在如此强大的营救声势面前 有人变得疯狂 不仅要求言诚成独秀 而且要求承办营救派人士 11月1日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 以书面警告蔡元培 杨信佛等 为其请宽侍臣独秀之殿 逊于私情 屈家庇护 为反动张目 特于警告 广东省党部 也殿请中央严办陈独秀 并请承办出名保释之人 湖南清湘司令和建 甚至连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厂蒋介石称 共党首领提倡赤话 麻醉青年 连日报纸所载 竟有不顾大议者屈为庇护 杨肯当机立断 逊于处决 有的则提出另一个条件 只有陈独秀继续反共 才能社区不死 国民党总统局主办的 社会新闻 发表与大公报 对立标题的署名文章 清算陈独秀 称 陈独秀是近代政治怪节 但 陈虽是共党取消派 然而他是赤匪的创造者 首座俑者 照现刑法规 赐应政法 而无活命之可能 反转来说 陈虽是共党 却是反对共党现行暴动政策者 而且还是一个学者 只要他继续反共 似可不至于死 在脱派及共产党那边 陈独秀的被捕却引发另一场争斗 为被破坏的脱派北方地区最大组织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 呼吁共产党赢救陈独秀 在其机关报 先锋 上发表 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开信 称 审查其过去对陈独秀同志 所加一切非诬蔑之错误 接受反对派的政治路线 并为援救陈独秀同志而斗争 同时号召各界掀起一个元臣运动 口号是 起来 起来 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 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 一切革命分子都应立即起来 游行 示威 通电 开大会 坚决不拔的 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 殊不知 此朝政中当时心胸狭窄的中共领导下怀 瑞京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 发出一系列评论 充分表现出 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的形态 该报第37期 先已 取消派领袖一跑不了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 为标题 家案语称 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 一面徐已不死 接着又说 或者还会因祸得福 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陈被捕后 一度谣传他要敬业蒋介石 第38期 又以 不幸而言重 陈独秀 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 为标题 进行抨击 蔡元培 蒋梦林等 已歧视中共反对派 未由营救时 第41期 又以 陈独秀 取消派 叛党 反共 为标题 报道评论说 陈独秀叛党以后 投降到资产阶级去做走狗 充当反共先锋 这个 我们并没有污蔑他 他的老同事蔡元培 蒋梦林 都替他老是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这就叫取消派 陈独秀本人 却安之若素 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 看到先行被捕的彭树枝 宋冯春等人时 还玩笑说 嗨 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 莫想到你们都来了 这下我可有办了 可以松快松快了 谈到谢少山判辩时 陈独秀却表示了 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 说 这孩子胆子小 上一回逮捕 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 很不成熟 然后他们开展了反对 由租界引渡给国民政府的斗争 由于当局早已与租界勾结好 斗争自然失败 10月19日 承夜车被押借南京 在沪宁列车上 陈独秀酣睡达旦 若平居之无事者然 到南京时 还未醒来 处危不惊 致生死于渡外 一时传位佳话 陈独秀等人 被拘押到军法司待审 十余箱超莫的文件 则交国民党中央党部检查 22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员 赴武汉 报告捕获陈独秀经过 并协取几个捕获的各种文件 呈蒋审核 时已深秋 天气渐凉 被捕时代的一批不多 喊请当局添购一批 中央党部准请 拨扬100元 25日 全国援救陈独秀的舆论已入高涨 国共合作大革命中 还没有资格与陈对话的军政部长 何应卿不敢造次 在军政部会客室 以半谈话 半审问的方式 传讯陈独秀 陈独秀据实表示自己 与乡恶干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 只是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决定一切国事 对于抗日问题 仍需连俄方位有利 传讯弊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在肃杀气氛严重的军政部内 竟有许多青年军人 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 四面围着陈独秀 所书纪念 陈也提起精神 欣然辉豪 草城述书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置也 主 据包惠僧说 这一条是写给和应亲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最后 心而莫尽 才得解为 陈独秀借此 既抒发胸怀和威武不屈的气质 又勉励青年赴抗日英雄 此情被报纸广泛传播后 更在社会各界人士中 获得广泛同情和尊敬 蒋介石 何应亲 陈立夫通过研究搜获文件 调查判徒 传讯陈独秀本人 确证陈与香恶干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党 没有联络关系 并且反对史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 采用红军策略 蒋渝是在舆论压力下作出 江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国民党中央讨论蒋来电视认为 陈等所犯之罪 系危害民国之生存 国家法律对于此重罪行 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 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 应交法院公开审判 并为此作出决议 何应卿即去此宣布 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 但以其非现役军人 且发案地点又何宇明国警极致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 本司无权管辖 遂令军法司贝文江陈等 转送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判 原陈派取得了第一场胜利 陈独秀 彭树枝等一行 转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 这是1932年10月30日 大公报 刊登的陈独秀与彭树枝 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的照片 旁边的文字写道 共产党陈独秀 彭树枝 借送江宁地方法院 在候审市摄影 左卫陈独秀 又为彭树枝 时辰 彭态度 均泼从容 二人接着灰色棉布长袍 黄皮鞋 棕色布库 头戴青灰色 半久泥帽 陈面容憔悴 两棕一般 彭双目赤红 演技颇重 此后 11月14日出版的 国文周报 在十人绘制专栏中 截取左边半张照片 介绍了陈独秀的简历 可是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社会调查科 中统局前身 办的 社会新闻 杂志 不知为何 却截取了右边半张照片 彭树枝 作为陈独秀刊出 介绍说领域中之共产党 取消派领袖 陈独秀重俯视 于是 彭树枝的照片 就作为陈独秀的照片 讹传下来 1965年 台湾中共党史专家 王健民先生 在他的剧著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一边编手的照片 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之一部 及中共之五代首领中 把当年 社会新闻 截取的这张照片 两次误为陈独秀 赫然列出 1977年5月 台湾最大的境线代史资料 及研究杂志 传记文学 第三十卷第五期 风里刊登的陈独秀 各个时期的照片中 也出现了这张 以讹传讹的照片 在大陆就更怪了 1982年2月 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 才有4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 大型精装本著作 《思诺眼中的中国》 第六十八页 把右边半张照片单独列出 说其是陈独秀 1991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设置的 大型济世电视片 《中流砥柱》第六集 也把这张假照片 作为陈独秀介绍给观众 笔者当即写信指出错误 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吕峰很重视 特别派人到我处索取资料 第二次放映时 进行了修改 并告诉 我在录影带上 也做了修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几十年来那半张 一直被埋没的 真正的陈独秀照片 这时终于出现时 却又被当作为彭树枝 刊登在当时 为纪念中共成立70年 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巨型豪华本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第164页上 真是假作真来真一假 事情到此 还没有结束 1997年 炎黄春秋 第一期刊登新品写的 陈独秀秘书 黄介然谈 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 一文时 又一次以彭卫辰 将照片放大刊出 对以上讹传情况 尽管逼者曾一再做出纠正 后来各众媒体上 还是一再出现 真是纠不胜纠 堪称传奇的审判与辩护 一方面 不少军政要云 要求严办陈独秀 另一方面 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 和社会 名刘芬分吟旧陈独秀 法院对此颇感棘手 直到12月31日 才由江苏高等检察官 提出起诉书 成臣独秀 彭树枝等人 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 或集会 均触犯危害民国 紧急治罪法第六条 和一行诉法 第253条第一项 提起公诉 这个起诉书 直到第二年4月 法庭开审时才公布 可见为审理此案 颇费心思 甚之又甚 营救派蔡元培 胡适等 在取得交付法院 审理的斗争胜利后 纷纷向陈独秀 推荐著名辩护律师 这由张世昭 自告奋勇 担任陈的义务律师 陈接受了 转向托派后 陈本来就主张合法斗争 因此 对这次法庭斗争 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才有以上在寻补房 滬宁列车 军法司时的特殊表现 在接受法院传讯时又表示 愿尊重国家法律 旺政府秉承大功 不参加个人恩怨 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 荡议愿受 1933年4月14 15日 陈独秀等被捕半年后 江宁地方法院 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先是法庭调查 陈独秀不亢不卑 光明磊落地 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回答魏慎魔 被中共开除时说 因意见不同 主要在红军问题上 先要有农工卫基础 等有政权 才需要有军队 照现在状况 尚用不着红军 因此 与晚香敏干等 省共党不能合作 是因政策不同 同时毫不隐晦地宣布 其根本主张是 推翻国民党政府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并申诉三点理由是 国民党政府 一 刺刀政治 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 军阀官僚 只知集中金钱 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 三 人民主张抗日 政府步步退让 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 人民极有反抗此 违背民主主 一语无名全实制之义务 宣称脱派最忠目的是 世界革命 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 提高劳动者生活 关于夺取政权 乃当然的目的 在法庭 要求他检举别人时 以不做政府侦探为由 拒绝指认其他被捕之人 二十日 法庭第三次审判陈独秀 并进行辩论 检察官朱卷 指控陈独秀等 与中共一样 主张打倒国民政府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都是危害民国 起诉书把矛头特别指向陈独秀 以其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 是一党之主脑为由 说其个人行动 即发表之反动文件 应付责任 即以中共反对派 民意堪行之反动传单 宣言书 及其指挥之行动 意应 由其完全负责 然后列举了 托派中央常委通过的文件 即以成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 指控陈独秀 一面借口外交 竭力宣传共产主义 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 冷击热讽 肆意攻击 赠期要旨 推翻国民政府 由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 或集会 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触犯 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 张氏昭律师起而辩护 任为陈独秀主张 以法定之选民投票 取得政权 何得为罪 国家 与主持国家之机关 政府 或人物 即截然不同范畴 以而攻击机关 或人物之言论 遂断位危及国家 于逻辑无取 及于法理不当 然而 张世昭 接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 进行辩护时 就暴露出 有点一厢情愿了 他说 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不但不冲突 而且是一个好朋友 陈独秀当初 曾与国民党合作 并任职 指 1921年 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且在汪辰宣言中 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不做此举 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脱派以反共 有功于国民党 等等 因此 张世昭提议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鸡脚之事 以亲共 陈独秀的反应 是可想而知的 他毫不思索地拍案而起 立即发表声明 张律师之辩护 全系个人之意见 致本人之政治主张 应以本人文件未根据 我与中山私人虽有交易 主张并不相同 他宣读了2月20日就写好的 自传 变速状 堂堂正正的宣称 半殖民地的中国 经济落后的中国 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内困于军阀官僚 欲求民族解放 民主政治之成功 绝非懦弱的 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区保七之徒 能实行以血沟自由的大业 唯有最受压迫 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 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 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 联合一气 以革命怒潮 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致 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 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于统一 发展经济 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 时可得而期 陈独秀说 这就是五四以后 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 自然也是终身奋斗的目标 他光明磊落地声明 共产党之中积木的 自然是实现无剥削 无阶级 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并宣称 为实现这一宗积木的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 反抗帝国主义 以实现中国独立 反抗军阀官僚 以实现国家统一 改善工农生活 实现彻底的 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并表示他过去 现在即将来所思所行 亦此物此治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一息尚存 挺身奋斗 在这里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除了武装暴动的苏区共产党外 另一个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共产党 及其领袖的风采 这个俗称谓脱派的共产党 通过这个陈独秀的变速状 终于为全国人民所认识 而在这之前 因为隐藏地下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接着 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 阐述了何谓国 何谓民国 雄辩地论证了 何谓叛国 何危害民国 国家是土地 人民 主权之总和 卖国于外敌 毁坏民权之内政裁是叛国 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 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 而主张推翻其政权 即属叛国 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 吾不曾经叛国 孙中山等 曾推倒满清 推倒北洋政府 如为推倒政府 就是危害国家 那么 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 他把矛头一转 猛烈抨击国民党 对日本侵占国土 始终节节退让 抵抗图脱空言 且制止人民抵抗 而于则主张 由人民自己 扩大其组制于武装 对帝国主义 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以解决东北问题 以完成国家独立 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 以党部代替议会 以训政代替民权 以特别法 如 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 及出版法等 代替刑法 以军法逮捕审判 枪杀普通人民 以刺刀 消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力 试问谁为 危害民国 最后 陈独秀大声宣布 经浙国民党政府应于 始终禁粹革命之故 而加以逮捕 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 控于以 危害民国 及叛国之罪 于不但绝对不能承认 而且 政府之所控者 恰恰于于所思 所行相反 若于强权之外 傅甲所谓法律 已入人罪 误于以叛国 及危害民国 则与一分钟呼吸未停 一臂高声抗议 陈独秀 慷慨激昂 自辩状 义正词言 逻辑严密 合情合理 一时震慑停堂 全场鸭雀无声 达到了把自己变成原告 把法庭变成战场的目的 法庭三次公开审讯 旁听习之拥挤一次 甚于一次 尤其是二十日发表 自辩状 这一次 报道称 有远自镇江 无锡 上海等地 专程来南京的 为庭的不夫容纳 后制者多报项余 有利于坐次两旁者 有利于记者习之后者 亦有利于世外者 总计有二百多人 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 顾叛自若 有时且俊与哄堂 陈独秀的目的是 潇洒地达到了 给社会各界 却出了个难题 首先是国民政府 原以为可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法西斯形象 却碰了一鼻子灰 形象暴露得更加丑陋了 从此结束了公开审判共产党人的做法 一般都在逮捕后 秘密处死 最为尴尬的是 营救派 原想利用托派 反共迎合法律 以达营救目的 不料想弄巧成拙 被陈的反弹 弄得两面不是人 陈独秀是打倒国民党政府的革命者 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 由于要洗清中共所加 营救派所用的被国民党利用反共的污垢 他必须两面作战 得知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陈独秀案书状贿赂 他特别致函汪元放 要他与张氏昭商量 把辩护词中那一段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事 以清共的文字删去 即 清共而后 独秀虽无与国民党提携奋斗 而以自己为干部派并除之故 地位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 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音 即以共产党论 托洛斯基多亿人 即史丹林派少亿人 史丹林派少亿人 即江西红军少亿人 如思展转相辅未用 未也 便无不可 即以此论功罪 其为托洛斯派 有功于国民党 也且不暇给 罪胡为乎来哉 其实 类此内容的电文 及各种文章 早已遍及各界视听 删除这一段 何以消除其影响 作为当时著名出版社的亚东图书馆 也不可能不经著名大律师张世昭本人的同意 就删除以精卫传媒广泛报道的辩护词 按理说 一个人被捕后 若有势力人物的趋意营救 应该接受 但是陈独秀 把人格和信仰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时许多朋友很不理解 于是 发生一些传奇的情节 他要别人改变变护词 别人则要他改变口供 老友百文卫 在事后对陈松年说 你父亲老了 还是这个脾气 想当英雄豪杰 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 给他改公词 他还要改正过来 4月26日 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 宣称陈独秀 研究社会主义务入歧途 反对使丹林派 利用土匪溃兵 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 实时加以抨击 审案情节 尚可经缘 自应量与检科 以危害民国卫目的组织团体 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成日本之侵略 妄底政府不抵抗 借反日救国民意 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 因此 江陈独秀 彭树枝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耻夺公权十五年 其他被捕者各判五年 两年半不等 陈独秀理所当然的表示不服 当场起立大声抗议 我是叛国民党 不是叛国 然后向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吸取教训 不再委托律师 亲自在六月十五日写出上诉状 驳斥所谓政府及国家 批驳法院的判罪是 莫须有 侵害思想言论自由 足以民主政治实现 于理于法 两拒无当 六月二十二日 检察官作出上诉答辩书 批驳陈独秀的上诉是牵引他国政治 涂卸罪责 其理由自不成立 陈宇鹏又立即写出 在抗辩书提出两点辩驳 一 以辛亥革命 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 改建民主共和 其位效法欧美政治 和袁世凯 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 毁坏民主共和之政反两立 阐明尽是各国政治 皆责善而从 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治 未可强卫 比拟之谬说 二 再次以政党 国家 政府三者建议 各别为理 驳斥所谓反对国民党 就是危害民国与叛国 6月30日 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书终于下达 陈独秀 彭树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各处有期徒刑八年 比原判检少了七年 约一半 这个变化 自然包含着多重因素 除了陈独秀抗辩有理 著名人士营救之外 主要还是考虑以后企图利用陈独秀反共 灌溉云集的探监者 陈独秀等被判刑后 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 因挨着老虎桥 当地人称老虎桥监狱 现已拆毁 执行 监狱当局 几口收监陈独秀制的名人 特地申请了很大一笔款子 把原来关押 公开职务为范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负责人 十位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的牢房翻修一新 让陈独住一间 其他人住普通牢房 陈独秀被捕 和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期间 曾未病复发 一度不能进食 判刑入狱后 又完全失去自由 而且不准亲友探监 不准通信 不准读书看报 因此曾表示 不堪牢狱生活 不如立出死刑 在看守所时 就写信给胡施说 以地老病之躯 及九屠一等于大批 因正式监狱 乃终日进碧斗市中 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 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 给予看守者谈话之自由 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 当然更不方便 所以我以为 也许还是大批 爽快一点 陈独秀判刑后 无所畏惧 誓死如归 与监狱当局的三不恶法 进行坚决斗争 甚至绝食 他对点狱常说 你们执行恶法 我拼老命你要抗议 点狱常说 恶法胜于无法 陈说 恶法就要打倒 最后 斗争胜利 三不准 成了三允许 甚至 每日接线亲友 从不间断 为了满足陈独秀的读书要求 牢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 陈就通过亲朋 搞来大量书报 把两个书架塞得满满的 又过起 他说的把监狱荡研究室的生活 同时还允许从上海请来的著名中医黄忠来给他治病 还安排同狱的蒲德志 罗氏翻轮流看护他 后来甚至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 每天到狱中照料他 从此 陈独秀在狱中 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后来 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回忆说 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 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 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 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 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 而以苏俄为祖国 他在1919年 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 所做的贡献 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 所有这些 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 同时 也使我多生自信 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 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 可是接谈之后 我的信心动摇了 我发现 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他虽然坚决反对 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 但仍不肯放弃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他虽 已被中共开除党籍 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我自己劝说无效 又邀请1919年前后 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敬言 但他仍是这个态度 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 以后便不再勉强他 只留他在南京 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这一段生活 对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 影响甚大 在他最后的著作中 他指出 他的思想变迁 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 陈独秀被捕之后 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 从此解体 此事我做的是否算好 现在想来是很怀疑 因为我在无意中 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 替他捡出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从此 他就减少了一个内部之忧了 过去 大陆学者写 陈传 对国民党公开审判陈独秀和狱中优待 一般都强调 国民党为了利用他反共 自然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没有看到 国民党对带陈独秀 这个特殊人物的 却有无奈的一面 陈独秀这次被捕坐牢 牵动各方人士 除以退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 表示幸灾乐祸外 他人多表现出 感人的亲情和友情 在朋友中 最早来探视的是 北京大学校长讲孟林 1932年10月31日 陈独秀被拘押江宁地方法院 看守所时 他就来赠书和水果 当然 这不仅因为陈曾仁过北大文科学长 在潘兰珍来狱中前 担任陈独秀 与狱外 联系最多的是赵建 及其夫人刘孟福 赵氏陈独秀老有百文卫部下的军官 那时在中国慈善协会工作 住在南京 为对付当局 他们可能用了化名 因为在调查报告上这样写着 另有驻娃娃桥 六号协认清 徐守珍 女性 一间常探望尘世 另外 来的次数最多 给陈独秀帮助最多的 要算是段熙鹏了 这位在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中 在江西未适应讲解时 反共需要 并有奖签定 创立AB团 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文字缩写 的极端反共人士 由于北大师生关系 和五四运动导师 与学生领袖的关系 对陈独秀十分崇敬 几乎成了陈的狱外秘书 陈独秀对案子的一些重大要求 与外界的联系 一般都为拖断处理 陈在一封致胡适信中说 段书仪 段熙鹏 常来此探视 并待未转信 在陈独秀案转法院审理后 蔡元培 胡适等 都向他推荐著名的辩护律师 11月3日 陈接见来访的段熙鹏石托奇致函胡适 辩护士 以为托张行严 及另一位彭先生 不宜反请律师过多 判刑后 陈独秀与意外的书信往来频繁 起初的联络站是段家 都由段转交臣 或由段发臣的信 后来 陈争取了一位名教纪捷的 原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 此人因与陈接近之故 于1934年9月被辞退 其住所院门桥诺米向17号就成了陈的通讯机关 军统的报告中则说 陈独秀在京建立一通讯机关 地居长乐路408号即推示公馆季节转 前第一监狱职员 樊城市各方往来信件 均由该处转递 此外 蔡元培 胡适 刘海素 汪元放等 对狱中陈独秀的关心和帮助 都有感人的故事 下面将会写到 这时出现一个中国特有现象 多位过去因政治分歧 已经绝交的朋友 又来帮助陈 而陈也欣然接受 有人说 这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古道热肠 张世昭是一个典型 他是陈早年政友 1903年 苏豹 暗后 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 以待 苏豹 坚持反清斗争 1914年 陈又到日本相助张办 甲银 进行反员宣传 这两个时期 两人朝夕相处 志同道合 可谓十分融洽 所以 陈曾在著名的怀旧师 存没六手绝钩中 用张子当年有令明的字句 赞扬张世昭 后来 张世昭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 教育总长后 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1926年 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 一把惨案 张世昭充当了段政府镇压学生的帮凶 对此 陈独秀十分气愤 给张写了一封快信 说我们从小一到革命 你现在怎么这样糊涂 我和你绝交 从此 两人似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这次陈被捕 张世昭却不计前嫌 主动出来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陈也不计前嫌 表示接受 张世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律师 又是毛遂自荐 作以经与自己绝交的人的辩护律师 主要是出于对臣独秀为人的钦佩 希望重建二人的友谊 这从他这次到南京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 龙潭血战高天下 一日功名一代存 王七指 今收六代 世家 吴爱贯三孙 念载浪迹商重道 此辈清妮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重子 辽将遭理款劳门 此后 二人的却恢复了往昔的友情 陈在狱中生活三年 经常得到张多方面的照顾 1934年初冬 张世昭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 给陈写了一张调评 诗中表达了更加深沉的情感 夜郎刘克一和如 游记风林入梦初 素笔诸生争鼠落 那禁闻网络攀无 亦从刻母微息在 尖到同根弃异图 留取心魂依苦陷 眼中抬路会相呼 三十年前出两生 军事门是我谈兵 薄仙金口长轰酒 子骨香山苦事行 昌寿礼过梅府礼 立山声杂薄权生 红麴聚散源如此 野马风陵目尽营 佛罗伊德化一求是 其人目送窗林间 日光一现 生平梦想事件 均浮动于衷 世乱日极 衣冠涂炭 如独秀幽居著书 四游的锁 奉怀君子 不敬于言 世昭假物出东 老夫少妻 众婉情 有人说陈独秀是个情种 总有女性追求他 而且不计违背常理 和舆论的压力 与妻子不离婚的情况下 与妻妹结婚 当时没有重婚罪法 生病时与护士 有婚外情 晚年已经是老头子了 又结成老夫少妻 虽然 社会上这种情况 往往被看作是不正经 少有善果 但陈独秀与妻子及情人 都有过纯正而感人的情感 除了家庭包办 又性格格格不入的 原配夫人之外 这也算是陈独秀的一大传奇 1930年下半年 陈独秀领导无产者设期间 为躲避通缉 又一次搬家 迁居到西华德路 经常治东路 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 而一墙之隔的后楼 就住着潘兰珍 潘兰珍 1908年 生于江苏南通一个贫苦农民之家 四岁时 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 父亲先在外滩码头 帮助上下旅客提拿行李 挣点小钱 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人 母亲捡食没渣 用以烧饭防寒 豆蔻年华时 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 为了分担父亲的负担 他去纺织厂当了一名童工 童工劳作 不比成年人轻多少 工资却不到一半 还要动不动售拿木偶 公投 的责打 受尽压迫和剥削 长大后 他受一个流氓的 欺骗生了一个孩子 不久孩子夭折 他也被抛弃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 带着一颗凄苦的心 独居到这个小楼上来 十年二十三岁 这天 成都秀化名为李先生 南京人 南京与安徽口音相似 的新房客搬来 给这个小楼带来了一丝温暖 虽然他很少出门 而且只有一个神秘的人 秘书 有时来看他 但他与潘兰真隔窗相望 朝夕相处 不仅生活上互相照顾 陈独秀 有空还教他十字读书 进行启蒙教育 陈本来就是一个教育家 教育得法 再加上潘 也是一个聪明人 不久 他便能粗读书报了 就这样 二人渐渐萌生爱情 潘兰真重新点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而陈独秀 在多年地下生活的孤独后 果然渴望得到爱情语路的滋润 但看到 他比自己小二十九岁 起初不敢奢望 潘兰真倒拿出了常人没有的勇气 对臣说 国父孙中山与国母宋庆龄 不也是老夫少妻吗 于是 两颗宝受过煎熬的心 终于结合在一起 同居了 恰好在陈潘结识前不久 一九三零年七月十七日 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大仲 在安庆去世 享年五十三岁 因与一个漂流四海的造反者结婚 一生落寞 在家两个儿子 先后追随父亲造反而牺牲 给他带来了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 这个时候去世 也许是一个解脱 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 得到姐姐去世的消息 不再顾忌世俗的责难 毅然第一次席儿带女回安庆奔丧 已是对姐姐的愧疚 多年的贫困折磨 对陈独秀的怨恨于姐姐去世的刺激 使他从安庆回到南京后 不到一年患子宫癌去世 因深处地下 两个妻子去世 陈独秀都未在场 未能提供任何帮助 和一个丈夫应付的责任 倒是他的学生陈公伯 看到高柱一间草屋 家具破碎不全 续被支离散烂 卧病在床 凄凉不堪 携寄了一些钱 高去世后 又托潘藏化买的 安葬在南京郊区 金语花台区农花大宇兆村 后来 他到狱中探望陈独秀谈到此事 后者只得叹息一声 并对此表示感谢 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女性 对陈十分信任 到陈被捕前 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 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 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 也是沉眼似的天衣无缝 1931年有一天 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 楼上住着一个老西 急共产党 潘也不在意 竟把此话传给陈独秀 因为楼上住家 不止他们二人 陈独秀却听了有心 立即决定搬家 由郑超林帮住 搬到周家嘴 录一条弄堂的底头 裁缝铺的前楼 后来又搬到岳州入永兴里 十一号的楼上 每次密新居 他都要楼上 以防不测试 有个回旋的余地 说也凑巧 陈被捕这天 潘正好不在家 二人有时难免发生口角 一个月前 因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 他生气回了浦东娘家 得以幸免 当从报纸上看到消息 和照片实材恍然大悟 惊讶地说 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 那个时代 老百姓在白色恐慌下谈共色变 唯恐避之不及 潘兰真本可乘机远顿 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他竟是一个女丈夫 逆流而上 毫不犹豫地跳进漩涡 跑来与陈独秀共渡难关 陈独秀 也是一个重十分感情之人 被捕后 一处处为潘着想 肯切委托高于涵 做善后工作 从1932年11月 至第二年3月 多次写信给高于涵 对处于无奈向潘隐瞒真实身份 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 请高问潘 对于我 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 及他此次失去衣服 有怨言 被捕后半个月 还要高 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 说在奇书桌抽屉内 藏有一小袋 戏女友潘君之物 他多年的积蓄 竟在其中 若失去 我针对他不起 自然 对于潘兰真 最为牵挂而只能做到的事 以后不能再牵连于他 提议从此 与自己断绝关系 自谋出入 当时托派的成员 还想帮助潘 陈则说 潘女士她普通有父母 她能在香烟厂做工 不需要我的帮助 并且是以揭开 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 没想到 她却不寻常的不必闲 不怕闲 还要求来探望陈独秀 陈立即脱高劝阻 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 免他拒虑 婉言劝他 不必来看我 潘兰珍的深情和职着十分感人 她看到陈独秀本来生活辛苦 又有病痛折磨 入狱失去了自由 更需要人照顾 别人可以不管 她责责无旁贷 于是 陈独秀判刑后不久 把与陈同居后领养的女儿安排在娘家后 知身来到南京 她先借助在教育部次长段西棚家里 后租一间小屋 化名王素芬 每天午时 必到狱中照顾陈的生活 有了这样条件 陈独秀浪漫无极其性再次发作 又做出令人惊讶的怪事来 一天 典狱长把同间的蒲青泉叫去 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艺人 以为他的道德文章 可以做青年模范 现在看来 他的文章虽好 道德有限 后者摸不着头脑 不知出了甚模式 典狱长叫看守退出 把门关紧 说道 我今天把你找来 有件事要你转告 陈先生在我们这里 我们没有 把他当作犯人看待 上面叫我们优待 我们也尽量给他优待 但是 优待也有个界限 这里是监狱 不是旅馆 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做监狱 把我们这里当旅馆 这事是我们很为难的 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 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 在他的肩房里 发生过肉体关系 这怎么行呢 这是秦传出去 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 请你婉言转告他 要为我的处境想一想 面子要双方来顾 如再有这样行动 那就莫怪我无情了 第二天 蒲青全把此话转告了陈独秀 陈起初神色自若 毫无难言 蒲批平说 你是一个政党的领袖 对付女问题 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 陈墨良久然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 在这方面 我是放荡不羁的 可是建党以后 我就身子检点没有胡来了 言外之意 他这次不属于胡来范围 说来也是 他们已经是同居两年的事实上的夫妻了 不过场合不合适而已 现在典玉长既然如此说了 面子还是要给的 而且是双方的面子 从此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就这样 潘兰箴一直照顾到陈三年后出狱 患难时知己 日久见人心 陈独秀深受感动 特别是出狱后 对陈的始终如一的照顾 也感动了高氏姐妹所生的孩子 他们对潘氏由不解 不满 到接受和尊敬 对于潘兰箴来说 看到众多达官贵人 和社会名流来探望并馈赠各种衣物 仅贵重的皮袍子 就送来八件 陈用不了 就转送狱中难友和钱财 也大开眼界 明白这个老头子的价值和地位 于是 两人更加相亲相爱 狱中的研究工作 陈独秀长期过着动荡危险的地下生活 其实 就其个人爱好而言 他更热忠于学术研究工作 尤其是文字学 现在入狱 要做长达八年之久 于是更认真安心的要把这监狱当作研究室 开展情趣昂然和紧张的研究工作 用他的话来说 要在监狱这种环境中 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为人类创造有生命 有价值的文明 于是 他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 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 创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 以谢国人 他的计划是 除了继续文字学术作外 在二三年内准备研究撰写以下论主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家 耶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根据当时向胡适 汪源放索要书的信 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 列宁的组织论 伦理与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这三本都是日文版的 英文版的 有亚当 斯密的 原父 李家图的 经济与赴税之原理 此外 还有马克思 恩格斯的著作 如 反杜林论 经济学批判 价值 价格及利润 还有 卢森堡 至考斯基书信 托洛斯基的 中国革命问题 集合理著的 基本主张 共和国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与传记 古代社会 摩根著 英虚书记 罗振玉著 马可波罗的 东方游记 中亚西亚游记 念四史 念五史 以及 第一国际史 中国革命史 马克思传 达尔文传 托洛斯基自传 我的生平 等 文字学 英虚书记 他既是记载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书 又是研究中国文字最早起源的甲骨文的教科书 汉境西垂木槿汇编 许慎 说文 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 他在这方面兴趣之广泛 竟然还要日本出版的亚洲地区的一些小语种小丛书 如蒙古语 西藏语 缅甸语 仙罗语 朝鲜语 安南语 马来西亚语 土耳其语等 此外 还有未学习马恩原版书需要 他竟然还要学德语 因此托人购买 应得字典 得应字典 和 德语文法教程 当然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以上书也并不是都买得起 如罗振玉的 英虚书契 他很需要 但每部要232元 他说 如此之贵 当然不能买 只得设法托人借一步来看看 有的如 汉静西垂木槿汇编 太重 油费太贵 不合算 也只得放弃 或托遍人带来 从以上不完全的书单 已经可以看到 陈独秀这次在狱中的 却做了长期研究的准备 真正做到博览群书 精深研究 广积薄发 若能持之以恒 他必能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学问家 所以 胡适和陈的学生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傅思年 王森燃 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 放在政治上 而惋惜 1934年 王森燃在狱中探望陈独秀 看到他在狱中刻苦读书 潜心著述时 十分激动地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 又精通日文 法文 故其学 求无不经 其文理无不透 雄便滔滔 长于言才 无论任何问题 研究之 均能深入 解决之 计划周详 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 当代名家 实无其品 但是 陈独秀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 救国救民时代的迫切性 使陈独秀没有成为王森燃期望中的人物 于是 王又评述说 西人以指挥行动之识多 精心研究学术之识手 虽有专一 有恒 自信之美德 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 使先生中卫政治 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 可胜悉灾 1937年 全国抗战爆发 陈独秀在狱中实际只有三年 庞大的研究工作 没有按计划完成 然而 即使如此 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并且实现了个人思想史上 一个伟大转折 由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转变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关于这一点 本书以后将作专门论述 就其实际取得的学术成果而言 关于孔子 道家 老子 等领域 都有论主 而且多有独到 精辟的见解 限于篇幅 数不能全面介绍 如 孔子与中国 一文 从内容看 可以看出岁月的积累 使他有了明显的成熟和进步 陈独秀这次冷静思索后 对孔子采取了比较全面的 历史的 客观的分析态度 认为人们 不应当绝对的 或相当的崇拜孔子 科学与民主 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 孔子不言神怪 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的礼教 是反民主的 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 打入冷宫 把建立礼教的孔子 尊为万事师表 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清数十年的历史 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 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 同时 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 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自传 只归宝宇遗憾 陈独秀 我的回忆录的写作 颇为曲折 胡适等老友 和托派同志 都积极推动 他写自传 胡适在1933年6月27日写的 四十字数 序言中 大声呼吁蔡元培 陈独秀等 都来写自传 他说 我这十几年中 因为深深的感觉 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 所以 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 写他们的自传 我盼望 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宇晨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托派同志 更希望他仿效托洛斯基写的 我的生平 和 俄国革命史 以及他写的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即 告全党同志书 那样 通过写自传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同时写 中国大革命史 域内外的托派同志 都答应为他提供材料 大家都认为 他是写这两部历史的最好人选 但是 陈独秀却 没有把写 自传 和 大革命史 列为狱中 写作的首选 主要原因是 经济问题 当时 除了个人的开支之外 高军慢生的两个孩子 哲鸣和姊美 的生活费 一直由他负责 他的经济来源 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级以外 主要是亚东图书馆的稿费 和版税 高军慢 原先每月 从亚东领取三十元 一九三一年他去世后 陈哲鸣在上海读书的学费 和零用钱 也在亚东支取 所以 陈独秀入狱后 发现自己 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守 汪源放来探监时 陈表示心里很难过 于是建议 一是重印 独秀文存 二是打算先招手写 自赚 但是 由于他的政治地位 及牢狱的处境 不仅已经完成了拼音文字稿 一直未能出版 独秀文存 也不能登报销售 所以 亚东对接受 陈独秀自传 颇未犹豫 这给他的写作积极性 很大的打击 入狱之初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他在给高于喊的信中说 自传一时 尚未能动手写 写时 你分三 四册陆续出版 有稿当然交老友处 指望梦邹 赢者 应行 如老友不能及时应行 则只好给别家 自传和文存 是一样的东西 躺 文存 不能登报门寿 自传当然也没有应行可能 若写好不出版 置之以待将来 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后来 具有远大目光 和较有实力的群艺出版公司德训 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的自传稿 于是 陈又积极起来 在法庭审判前的1933年2月7日 他写信给高于喊说 自传稍持即可动手 曹巨人代表群艺公司来所辞稿 大约稿费每签字20元 每月可付200元 曹未人上诚时 唯不知该公司可靠否 望拓人打听一下 就在这封信里 他表示 急于得到托洛斯基的 我的生平 不断革命论 和西方革命史 法国革命 等书 说明他真的要写 自传 和中国大革命史了 同时 他又觉得 这样做有点对不起老朋友 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 他的却是一个 非常讲究意气 和重感情的人 所以 还是希望亚东出 3月4日 他在给高于喊的信中 又说 自传尚未动手 此时 是否急于 向人交涉出版 唐宇长沙老友 及汪孟邹 赢者 一谈 只要他肯及时复印 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 汪孟邹 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 一直没有回应 已是重犯 命在旦夕之人的 近乎请求的询问 再者 陈未应付审判 不服 上诉 又被驳回 情绪坏集 特别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 和他在其中的表现 以及法庭上被人广泛误解的脱派的反共作用 若写自传 这些内容都是不可回避的 而且 胡适曰他写自传 强调传记的文学信 更使他望而却步 倒不是不会在传记中 写出文学信 而是当时的心境 不允许产生文学信 1933年10月13日 正式判决八年徒刑后不久 他给汪元放写信说 自传上未动手写 我很懒于写东西 因为现在的生活 令我只能读书 不能写文章 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 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 你可以告诉世之 他在他的 字述 忠望我写字传 一时 恐怕不能入他的希望 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 现在限了 小说头便要痛 只有自然科学 外国文 中国文字英运学等类前造无畏的东西 反而可以消遣 一多就是三年 直到1937年7月上旬 初遇前夕 宇宙风 杂志主编陶康德 托王梦邹约臣写字传时 才真正动起笔来 但仍不愿全部写出来 表示只写到五四运动 内容 亦已能出版为止 7月8日 给陶康德的信中说 许多朋友督促 我写字传久矣 只未能已全部出版 至今言为动手 前次尊涵约写 自传之一章 你则其一节以应命 金尊涵希望多写一点 到五四运动纸 则犯为阔大义 经你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 从其手到五四运动前后 内容能够出版为止 先生以为然否 以材料是否缺乏 或内容有无挚爱 究竟能写至何时 能有若干字 此时尚难确定 数年的牢狱生活的确实 他改变了性格 从一个为革命理想 而奋斗的激进主义者 就世界的批判者 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体 至妥协的合法主义者 和现实主义者 如果执政者不再反动 他是准备容忍和合作的 尤其是日本侵略 强敌当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 他的自传准备纸 写到五四 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若写到五四以后 必然对国民党与共产党 做出褒贬 发生新的纠纷 自然 这里还有很复杂的情况 因为在与国共两党关系中 也有他自身的许多 不好说的尴尬事 要知道 陈独秀是一个爱面子 不太习惯做自我检讨的人 魏慎摩 这时他对写字传积极起来 显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变的刺激 觉得在狱中安静读书写作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奋笔集书 月底就写出两张 第一张题位没有父亲的孩子 第二张题位由选学妖孽到康良派 发表时改名为江南相识 两张约一万字 叙述了少年时期痛恶八股 喜读昭明文学 气煞严厉教育 他读四书五经的白胡子爷爷 戏弄隐迷信骗人的阴阳先生 和院士蒙了一个秀才 南京相识魏中举人 却看到了所谓轮才大典 简直是隔级年把这般猴子 狗熊搬出来 开一次动物展览会的闹剧 以及曾把康良改良主 亦当作人生楷模 等等 其文笔之风趣 泼辣 尖锐和深刻 足以令人看了喷范 淋漓酣畅 而又深思 在他出于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 自传在《宇宙风》 十日刊 杂志上连载十名位 十安自传 显然 在当时抗战初期全国人民斗志高扬的时候 他已经不愿意太张扬陈独秀这个名字了 因为人人都知道陈独秀这个大人物 而几乎没有人知道石安是谁 陈独秀自己考虑 也许在这两张自传内容中 还没有1914年才产生的陈独秀这个名字 但是 尽管如此 自传的发表 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 宇宙风 力拔头筹 更是欣喜无状 大灯广告 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可见 当年讨厌文学性的陈独秀 现在已经文学气十足了 杂志编辑部 在编辑后继中 还由衷的感谢说 陈独秀先生 除未本刊写字传外 还浮运经常撰文 渴望每期都有 陈先生是文化导师 文坛名肃 歌笔久矣 献蒙未刊撰文 时不特本刊之信念 陈独秀此传虽是速成 但毕竟酝酿已久 而且在取材和写法上 可谓深思熟虑 自传一开头 就借用修魔的话说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 如果说的太多了 总是免不了虚荣的 所以 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 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善写自己的生平 那正是一种虚荣 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含的东西 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 很少有别的 我的一生 也差不多是 消耗在文字生涯中 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 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 陈独秀表示 今年以来 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 我迟疑不写者 并不是因为避免肾魔虚荣 现在开始写一点 也不是因为肾魔虚荣 修魔的一生 差不多是 消耗在文字生涯中 我的一生 差不多是 消耗在政治生涯中 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 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我现在写这本自传 关于我个人的事 打算赵修魔的话力求简短 主要的是 把我一生所现所闻的政治 及社会思想之变动 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 也不滥钞不大 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 以夸张篇幅 看来 还是当年出版 独秀文存时的那个思想 写自传 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乃是记录政治 及社会思想之变动 因此 这部自传 具有永恒的价值 力求简短 又能写出 具有如此社会价值的自传 自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接着提到 另一种写自传的方法 说佛兰克林写自传时 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仪式 为此而长途跋涉 便仿清妻故旧 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 也不愿意这样做 只略略写出 在幼年时代 印象较深的基建式而已 但是 自传的瑰宝在此 遗憾也在此 面对期望已久 芳心慰爱的全国抗战爆发 他又激发起极度兴奋的政治热情 无暇与没有那众星勤来从事与战局无关的自传写作了 正如 他在1937年11月3日 上海沦陷前夕 还对反复催促 他写自传的陶康德所说 日来忙于演讲 几个新出杂志之真文 各处掩词 又不能不自行写定 自传万不能及时续写 起量之 第二个考虑是 不愿意粗制滥造 他是一个一贯做事认真的人 特别是文字上语不惊人死不休 要写必须是精品 这在当时战乱年代写自传 几乎也不可能的 所以 他对陶佑说 帝对于自传 在取材 结构 及行文 都十分慎重未知 不愿草率从事 万望先生 勿以速成妻之 使帝的从容未知 能在史学上文学上 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 世人粗制滥造 往往日得数千言 帝不能亦不怨言 普通麦文糊口者 无论心之所至与否 必须按期的若干字 其文自然不足观 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 择帝写自传 躺避如此 帝只有戈壁不写 只前二章了事而已 第三个顾虑 应该是他复杂处境中 与国共两党 及苏联 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是他自传中的敏感问题 正如他以上至陶信中透露的 杂志登载长文 利多隔期一次 非必须每期连载 自传偶有间断 不但现在势必如此 即将来亦不能免 弗兰克林自传 即分三个十七格多年完成者 旷帝之自传 即完成 最近的将来 亦未能全部发表 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夜 不过 在给陶写这封信时 还没有完全放弃 续写自传的打算 一年 1938年 3月 亚东图书馆 将其两张字 赚出单行本时 他还向汪梦泽表示 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 并允许 各张寄出单行本 可能是受了这时发生的 中共诬陷歧视 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 领取三百元的汉奸的刺激 对中共完全绝望 而彻底破裂 写自传 已经无所顾忌了 然而 这个打算 由于至死没有完成 另一部学术著作 小学识字教本 而没有实现 当时他入迷思的 研究文字学 传述 教本 汪梦泽多次催促 续写自传 但他认为写 教本 笔写自传更为重要 答应此书写好后 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 没有想到 教本 没有写完 他就病逝了 所以 《十安自传》这两章 成了自传绝笔 没有写到波兰壮阔一生中 最精彩的篇章 《偶心力写的文字学著述》 陈独秀把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 看作比写字传还重要 主要是他认为汉字的落后将一物子孙后代 应该说 他这个想法 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时 激进的如前玄同 曾主张废除汉字 陈独秀则主张汉字拼音画 并在1928年 终于完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曾满怀希望 此稿能出版 许多朋友也都帮忙促成 但终未能如愿 于是他退而求其次 研究汉字形成的规律 企图解决汉字的难认 难记 难写的问题 监狱的环境 和朋友的帮助 给了他继续研究这个纯学术 远离政治 问题的良好条件 所以 这是他一生中 从事文字学研究 和住宿时间最长 收获最多的时期 他也希望那些书生期的朋友们学他 弃正从拙 他曾为鲁迅异症 而中断小说的创作而惋惜 也曾为胡适从政 而中断文学革命而可惜 1932年12月1日 他致寒胡 说胡住宿之才远由于从政 并赠以亡羊卢落当实体 不费江河万古流失去相免 忘其从住不从政 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 甚至具体建议胡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 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天真的认为 自己既已被捕 当局就不应再怕他 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了 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 傅孟真掌管的国立中央研究所出版 希望此书能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 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 坑人的中国文字 实施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为此因因主告胡适 心智拼音文字 实未当务之急 慎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 登高一呼 掀起中国拼音文字的运动 但是 胡适对此没有回应 除了对文言文和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深恶痛绝外 对汉字的改革 胡适似乎不感兴趣 其实 在这个问题上 胡适是比较理智的 陈独秀倒有点像唐 吉和德 因为 一种文字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功器 特别是汉字 是几千年的传统产物 要改成像西方拼音文字那样的东西 岂不与废除汉字相同 这个工作绝不是一二人登高一呼或搞一二个运动所能解决的 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 熟优熟烈 直到今天还是个颇多争论的问题 特别是有了电脑以后 汉字的优越性 似乎在某些方面 还占了上风 所以 汉字改革的声音 越来越远去了 陈独秀最后似乎也理解到这个道理 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汉字规律上 帮助人们 如何较方便的掌握汉字 也就是写一部通俗的汉字入门书 硕果累累 归纳起来 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 因运学方面 写旧 连语泪编 此稿随作者辗转跋涉到四川江京 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 1941年春将此 赠北大一位报答 但因战事困难 社会难顾这类生僻的学术著作 到他去试时 也未出版 古英 阴阳入互用力表 在狱中写了出稿 1944年初中定 做字序 游印25份 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 陈忠凡 顾邪刚 均是陈独秀北大师的学生 意见 得到评价甚高 抗战中 一直在研究音韵学的魏建功说 于为先生 十位检讨向来古英分布结果 而有此作 其要只具详字序 瑞斯精段 非依为章 太严 高 本汉 所可梦想 章 高是当时音韵学家最大的权威 笔者 还有其他音韵学论著 一共七众 在陈独秀逝世后 由何之余汇编成第一本 陈独秀一著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取名 古英阴阳入互用力表 及其他 1949年3月 该书排出青样 大十六开本 共271页 但因改朝换代 共产党不容易逝世八年的陈独秀 该书胎死腹中 不过手稿和青样 一直完好的保存着 1993年 笔者把青样稿 推荐给中国最著名的 古代文学出版社 中华书局 该书领导慧眼识珠 当即决定正式出版 由于在政治思想上辰独秀 一直被当局揪住不放 再加上该书稿不仅是繁体字 而且有许多 已经不用的古文字 制版甚难 2001年才得以出版 改名为 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 人们终于看到了 陈独秀研究音韵学的全貌 和高深的造诣 该书首印三千册 很快就销售一空 文字学方面 先后完成 甲虚随笔 甘之为字母说 十安字说 物字出阶 随笔 等稿 其中 甲稿出现最晚 人们都已为此稿遗失了 从内容上看 此稿内容相当杂乱 应是1934年 甲虚 陈独秀在以上研究 音韵文字学时 随手写的新的笔记 后来可能由陈自己或何之余 稍作整理 归类 并把陈晚年整理的房东 杨鲁成文字学著作 作为附录一起编入 取名 甲虚随笔 以作为 陈独秀一著 之一众流传下来 陈事后 先由旗帜有方校园保存 后期子方绩效密藏 待陈独秀一著及 音韵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之后 他才撩开神秘的面纱 2006年11月 以很不贴切的 陈独秀先生一著 这个总称为书名出版了 实际上 在何之余编的 陈独秀从诸目录中 他排在倒数第二位 即一稿中的第十一种 应该说是陈独秀文字学著作中的最次要部分 自然 如此说并非要贬低此稿 因为陈独秀从不无病身影 无德而作 而是以其读书研究中的偶有心得 记录下来的 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所以称为随笔 自然 由于是陈独秀的 他的出版还是有价值的 而且值得纪念 尤其要感谢收藏者方济孝先生 在整理此稿 奔走出版的工作中 做出的极大的努力 金粉类 沧桑 陈独秀在进行以上公开的政治斗争和学术研究之外 还进行了一些隐蔽的斗争和文学创作活动 这在他这次被捕之初 给和应青和看守人员的题字中已有表现 后来则集中表现在秘密创作的金粉类 五十六首祖师中 金粉类是一组七言绝句 全师感食伤势 情思悲愤 金粉类的命题旨意 是因南京乃旧十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 而今达官贵人 不顾国家民族存亡 人民却在痛苦呻吟 祖师以嬉笑怒骂的方式 从独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现所闻的事实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外交等广阔领域内 淋漓尽致地揭露 讽刺 痛斥 控诉 十分类举例如下 飞机轰炸明成舵 像是欢呼百姓愁 如马临江却沉寂 天朝不战是怀柔 明成 即锦州 赢者 夏同 长城以外非无土 万里黄河惨淡流 还有长江天欠在 贵人高枕永无忧 人心不古明德堡 中夏王军士道忧 信有安排谢灵国 首一统一庆车游 庆车游 讽刺政府于为满签订通游协定 梁仔聪聪王四省 三明鹤鹤状千秋 中华中有新生命 海底红开纪念周 四省指东北三省 下当时的跨长城内外的热和省 三明指三明主义 海底乃讽刺代理行政院长宋紫文告热和将士书中说 朱军打倒哪里 紫文跟到那里 朱军打到海里 紫文跟到海里 借而尾气在江场 万幸流离半死伤 卫战先桃田不耻 回栏盛典大铺张 回栏值 蒋介十余一 二八 上海抗战起第三天 匆忙宣布迁都洛阳 松户协定 签订后 又回到南京 开门闭户两争持 钩楼主人杨不知 信有雄兵过百万 威家百姓不迟疑 开门闭户为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 英美主张门户开放 日本主张闭门独占 钩楼主人不去抗日 只知残害百姓 墓协踏破黄河北 救国三明有万能 革命违心皆反动 继领保木剑中心 墓协批日本 三明及三明主义 继领保木只考试验场 戴继陶等到陕西祭奠周灵 茂陵 四方风火入边城 修庙伏基更念经 国薛民奴皆细事 首一副古正人心 人心一正斑斑鼓 四亿一求自罢兵 中国圣人常训正 子金山色万年轻 德塞自来同命运 圣公王道怎分开 颤除犯上无君罪 祈祷金刚法会来 金刚法会 当时报载带传贤 在北京雍和宫举行 十轮金刚法会 邀请班产主谭念经 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 还在报上看出大幅 起见十轮金刚法会启示 宣称定期在杭州灵影寺举行法会 数人义正干行典 名气消沉受品谈 莫道官家难说话 本来百姓做人难 明治民权是祸胎 防危只有倒车开 赢家万世卫皇帝 权杖于名二字来 赢家只秦始皇 感恩党国成宽大 并未焚书只敬书 民国也心闻自愈 共和一命早呜呼 法外有法党中党 济美杀俄非白人 求补无须反警力 杀人如草不闻生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 还有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 党中党指国民党中 还有CC和兰衣社这种特务组织 黑白人指沙俄时代反动组织黑白党 言行重点是堂皇 袍落林池一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 未闻伯浪居张良 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伯浪杀 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 却没有听到像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 此外 陈独秀玄给蒋介石集团中 几乎每一个重要成员画了像 以施著的形式 公开点名的有 汪精卫 宋子文 孔祥熙 陈立夫 何应清 胡汉明 戴传贤 吴靖恒 孙科 陈公伯 张仁杰 陈继棠 李时增 杨永泰等 如 姗姗昧古无心体 书法由来见性真 不识恩仇实权位 古今如此读书人 魏汪赵明也 无心体 浙江无心赵孟府 宋朝汉林学士 元朝风 魏国公 他的书法 以五妹著称 魏无心体 贬之者说没有骨气 更对成名老运亨 不于落水 障天心 只连胡子风流肾 斩四汪汪 长探生 吴靖恒 姨子有恶极绕世长探 约无事之四斩矣 更对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 这里只换是妇妾之行 吴靖恒 即吴智辉 故宫春色悄然去 吴斯王冠之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妾 满朝元老面团团 故宫道保安 乃李时增 吴靖恒 张人结合伙为之 陈独秀逝世事时 吴智辉道施骂臣是阿Q 跳梁小丑 但也不得不承认 臣有高明和工业之处 说臣思想极高明 政治大失败 对社会有功 与祖宗负罪 金粉类 其他点名国民党官吏的诗句 多数是揭露他们贪污 腐败等各种恶行的 而他们对革命者的残杀 和人民的横指暴敛却一点也不手软 如 贪肤积己营朝右 英俊雕藏国脉衰 孕妇因而单拼命 血腥吹满羽花台 朝右位列于朝廷之右 指大官 羽花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 是屠杀革命之士的刑场 虎狼百万昼横行 心腹农村气象星 西境科捐三百种 平民血肉有黄金 五四五萨王国货 造访武昌更不该 微笑碾虚张大便 石头城盼日徘徊 蒋介石为五四运动魏王国货 张大便及张勋 一个疯狂的保皇父辟派 本师以反话斥责蒋介石 捍卫了辛亥革命 五四五萨运动的正义性 陈独秀颇具匠心的 安排第一守卫 放弃燕云战马豪 胡而醉梦已添交 此身由魏城衰骨 梦里寒霜夜度聊 燕云云及河北 大同 历史上的五代时期 石敬堂歌烟 云十六周给外族契丹 成为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礼 醉莫一守卫 自来王国多妖孽 一世新衰过眼明 信有艰难能练骨 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通 互相呼应 把显然是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 组成一个整体 在活 日本 深入国土 国民党妖孽横行 民族威王的背景下 自己参加并领导过的革命组织 一个是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和第三次左倾路线双双摧残下的中共 一个是在极左思潮下争论不休 力量极度衰微的脱派 又那样不成器 自己又被束缚在狱中 因此无奈的 只能在梦里去做度聊抗日除夭的战斗了 无论于国于民 于党于己 真是满之悲愤 所幸是自己由未成哀骨 而且艰难能练骨 这两个古字点出了这祖师的灵魂 陈独秀对五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 他自己爱做五言 七言诗 但不喜欢字句定型的词牌 修是作诗 他有时也不规矩 七言诗中会偶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 如讽刺张学良 何成俊 张群 在日军深入国土下 发起武汉社旗会 复古倒退 意志沦丧的 金粉类 第六首 抽水马桶少不了 洋房汽车没有不行 此外 摩登旗破坏 长袍骑射庆生平 这里的第二句 没有二字 虽然用小字拼在一起 以诗是一个字 读一个音 安徽方言 miu 但用在七言诗中 总有点不守规矩 诗如其人 无论他不喜欢词牌也好 诗中天字阔方言也好 都反映了他那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自由奔放 放荡不羁的性格 这组诗作 在民国时代 当然属于反诗 不可能公开发表 但在1934年写好后 长期放在狱中作者的身边 也不安全 于是 就给了 去探监的 自有汪梦邹保存 汪本来 是一个胆子很小 只重生意 远离政治的疏伤 没有想到 这次竟敢接受此作 1953年 汪把 金粉类 陈独秀手记原稿 作为革命文物 宣献给了上海革命 历史纪念馆筹备处 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 并复姓说 1936年 或是1937年 我因是到南京 便到监狱里 去看托匪独秀 原文如此 盖格于当时行事 也 赢者 他拿这金粉类 五十六首给我看 后来我和他说 你给我拿了去 让我的职辈和同事 都去看看吧 他便给了我 这个侧页 有一个时期 很不容易收藏 只有东收西收的 有时连自己 也记不得是 藏在哪里了 今天 剪出十分难得 故把来历写下 独秀不曾署名 也无印章 我也应该为之证明 请给我一收条 中共一大纪念馆员副馆长任武雄说 金粉类入藏后 命运不佳 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 革命纪念馆藏品硬分两类 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 二是参考品 凡是价值不大的 或是反动者的墨迹 手稿 食物语书刊等 均编入此类 而参考品阅读 借用较方便 一般不需要上级审核 陈独秀当时还戴着托匪 汉奸 反革命的大帽子 于是 金粉类 便被打入数万件价值不大的参考品的冷宫中 除任武雄与当时个别经手的干部之道外 无人知悉 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陈独秀还是不时被拉出来编尸 连知晓 金粉类 内情的汪梦邹侄子汪元放 也不敢提起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任武雄考虑到 是否发表 金粉类的问题 他反复读了 金粉类 每一个字 认为五十六首 没有片言之语谈及共产党 也没有一字半句说到托派 只是冷嘲热讽国民党高官 耀云的昏庸腐朽 流露出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 并不涉及中共政策法律所禁止 或限制公布的范围 完全可以公之于是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 促使任先生考虑 金粉类的发表 纪念馆的库房 是借用河南路延安中路口的 原上海博物馆的四楼 上海博物馆几次 提出要他们搬迁 以便将四楼收回自用 库房大搬迁 是最令人头疼的事 纪念馆原先已经过几次的搬迁 倘若文物资料万一有所遗失损毁 那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过去有过这种情况 而当时党史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 与上海的党史资料从刊 本开封纪之先河 刊登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与突破传统观点的研究论文等 深得史学界读者的欢迎 但也需要重要的文献资料 以作为研究者依据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 应当力争发表 恰巧有一天 汪元放突然来找他们问 金粉类还在吗 仍在你们管里吗 有没有遭破坏 答复 安然无恙 汪说 那就好了 我就放心了 假如过去不交给你们宝藏的话 可能我们被抄家 砸四旧 早已复制一句 灰飞烟灭了 于是 任武雄将 金粉类 影本 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 党史资料从刊的好盛朝 周启生 好等看后 非常高兴 但 金粉类 多是狂草手技 很难辨认 且有些典故 不仅自难认识 也不懂诗意是圣魔 所以 便请国学根底很深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旭露先生为 金粉类 全是 陈欣然同意 经过潜心研究 集一起稿 于1981年底 交来 检视金粉类56手 一稿 随即打出青样 准备在 党史资料从刊 上发表 当实义实行 太统治权 仍在坚持 所谓毛泽东思想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左派手中 严禁发表 陈族的规定 丝毫没有松动 规定必须上报 请示有关部门批准 实际上 往往借审批未明 不得发表或出版 所以一般的出版社 遇到此重问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 但上海人民出版社 比较有胆识 鉴于 金粉类 无为净内容 史料价值珍贵 决定上报实施 然而 事隔半年多 得到的口头答复是 地方出版社 无权出版 魏晨独秀 金粉类 和陈旭录 简式的发表 郝先生写信给当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学家 廖盖龙先生 廖先生分管中央集出版刊物 中共党史资料 他一面是党官 必须遵守党纪 而不免有官僚主义习气 自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另一面 他又是一位很有学养的学者 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献到陈独秀这样好的诗作 也十分赞赏 推荐给中共党史资料 公开发表在该刊1983年第四期上 接着上海的党史资料从刊 1983年第四期也发表了金粉类 而且配上全市的墨迹 于是闯下大祸 1984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第13号通告 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是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 内容不涨 不妨全文录下 陈独秀自1929年 因与托派勾结 成立反党组织 并具决党中央对他再三劝告 而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建党时期 有不可否认的功绩 三十年代王明 康生 乌其为日寇汉奸 亦非事实 但1937年至38年 他仍拒绝党中央 对他公开声明 脱离托派 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以后甚至公开撰文 诋毁我党 由而不及破坏抗战 则当然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 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 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 近年 有些刊物发表 未成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 有些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刊物 把他在1934年 被国民党监禁时 所作诗56首 不但全文发表和诠释 甚至还刊出全部手术末迹 这是很不妥当的 旺告各有关刊物 此后严肃注意 防止在发生同类事情 这是共产党掌权以来 第一次以文件行事 承认陈独秀 在建党时期 有不可否认的功绩 并承认乌其魏日寇汉奸 亦非事实 乃是一个进步 但是不能为他开除出党 和进行脱派活动翻案云云 十分荒谬 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 更是无知与霸道 一位该党创始人 又连续担任过 该党五届最高领导职务的人 是目前该党最高职务任届 七数最多的人 毛泽东也只有四届 如果不能看作党内人物 1920至1927年 陈被开除前的共产党力 拾起不成为一段空白 成了没有领导人的政党吗 至于斥责发表上述 金粉类很不妥当 更是一个严重的自我暴露性的表态 当年反对和严厉批判 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东西 共产党也害怕了 岂不证明 共产党也成了同类了 于是 廖盖龙受到批评 中共党史资料 进行了检讨 郝盛朝也受到多次赤讯 任武雄是始作俑者 被责令做书面检讨后 免去了一大纪念管党支部书记与副馆长的职务 当食物馆长 隔了几年 1989年 笔者撰写的《陈独秀传》 从总书记到反动派一书出版 发表了全部 金粉类 并根据陈独秀的历史处境 参照陈旭录教授的解释 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后来 陈独秀著作选 陈独秀诗集 等书又收入了全部 金粉类 五十六首 到上市寂寞 过去连文物资格都没有的 金粉类 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讽赐国民党的诗 竟让共产党害怕 笔者至今不明白 究竟是出于无知 还是反动 亦或兼而有之 这真是 莫到神舟多妖念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文字幕提供